線上課程白白種 到底要怎麼挑選 才能挑到適合你的線上課程呢 今天就要來帶大家 選課囉 嗨 我是Neko烏喵 如果你還能按下訂閱的話 快點按下訂閱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Neko烏喵 歡迎回來我的 Talk Time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線上課程這個議題啦 從疫情開始到現在 應該大家對線上課程不陌生了 首先我們需要的是 如何挑選課程嘛 對不對 即便經驗豐富如我 也都會買到一些很雷的東西 而且線上課程這個一筆的花費 又不是一筆小小錢 每一次都是大大錢 買到雷課真的是 比買到一本雷書還令人難過耶 所以啦 今天Neko就要來分享我自己挑課的心得 避免大家再度踩雷 首先你需要理解你自己的上課動機 為什麼我需要買這樣子的線上課程呢 這個步驟非常重要 主要它是可以理解你自己是否因為資訊焦慮 亂買的有的沒有的 你其實不需要的東西 因為任何人其實都會 買一大堆課程就放在那裡沒有看 那其實不見得你就是真正的生活需要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寧願你不要買課程 你把錢拿去更好的其他地方用呢 吃掉都好 所以認識自己的動機非常重要 你要有強烈的學習意願 可能你今天是職場上的需要 或者你今天想要轉換跑道 所以你需要有一個不同樣類型的課程 那做一個啟蒙或是找資料的方式都好 第二點就是承接第一點啦 你上課的這個課程內容有沒有辦法 學以致用 像我最近很想買乔老師的模型課 出神入化模型技法 雖然學模型這件事情沒有辦法轉換成盈利作用 但是它能讓我的模型技巧變得更精準 而且我真的很想學 怎麼樣做戰損技法 還有一些噴槍烤氣的那些東西 我的模型也開始刪機了起來 你們知道嗎 有了這樣子的上課課程 可以精進我這方面的記憶 不見得一定要拿來真的實作 而是你想要把這一門興趣 或者是技術變得更精進 我覺得也是一種好方式喔 第三點就是CP值啦 當然我覺得知識面上講CP值這件事情很微妙 有些人會覺得說花錢去學模型 這個也太貴了吧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樣子的技巧 花一點點小錢 而且它可以重複反覆不斷的一直看耶 我這一輩子都可以一直看耶 我覺得這CP值算很高吧 因為你要去哪裡找一堂課 是你無時無刻可以逮到這個人 然後問他重複問的問題 你知道有些老師如果一直被問同樣的問題 他們是不是覺得煩的嗎 即便你是第一次問 可是他可能已經被問了十幾遍了 所以他就口氣會有點不好 如果是影片就絕對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自己呢 對於那種比較不熟悉的科目 需要反覆練習的這種科目呢 我是很樂意買先上課程的 第四點就是看評價 啊這個評價真的超重要 以前啊我買先上課程啊 我就是看標題就好了 自己有需要就買下去了 主要是看內容的教學等等的 現在我發現評價也很重要 因為有一些老師啊 他的風評不錯 然後影片拍得不錯 可是裡面的內容很水 我絕對不會告訴你是哪一堂課 因為我還想要生活 為了避免買到這樣子的東西 口耳相傳 聽到有之前的學長姐 上過課的那些人說 這堂課很值得買 就買下去就對了 第五點當然就是看老師 欸 師資很重要耶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 會完全不知道這個老師的一些經歷 然後就直接把這個課程給他買下去 欸 什麼啊 譬如說像阿滴他來教YouTube的課程 他來教英文 我就蠻信任他的 但是如果阿滴今天是去教一些別的東西 他不擅長的東西 譬如說寫黃色笑話或是段子 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可能就寧願去找博恩來學 是不是 嗯 博恩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素有專攻 你找那個領域的專門的專家去學 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好啦 但講了這麼多 怎麼選課的方式呢 其實線上課程還是有一些優缺點 我在這裡一併整理給大家 首先第一點當然就是 可以重複觀看 重複觀看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我要說三次 真的很重要 大家都一把年紀了 不是每一個人都跟年輕人一樣 可以隨便看的東西都記起來 所以重複觀看真的很重要 不限時間跟地點的重複觀看 你隨時忘記 隨時想起來 像以前啊 在學程式設計的時候 總不可能我跟我老闆講說 等一下這段我之前有上過課 可是我忘記了 我筆記在家 我回家看一下再回來 只要有網路的地方 有手機 有螢幕 有電腦 任何平台 隨時都可以找到資料 這樣是最棒的 可以省下很多摸索的時間 我知道 所有的東西在Google上面都找得到 可是你怎麼知道 Google上面講的是真的 Google現在上面很多一些假消息 假新聞 假資訊 你看那些長輩 每天在傳早安就知道了耶 你可以省下很多過濾資料的時間 讓專家來告訴你 這個東西到底該怎麼做 跟著大師學習啦 像如果要學模型 找邱老師一定沒問題 學英文找阿弟一定沒問題 找這些口碑已經有萬人認證 甚至是百萬人認證的人 學習絕對沒問題嘛 那當然也是有缺點的囉 首先第一個缺點就是 缺乏自律的人不適合 你不要買了 然後放在那邊誰高騎 那你不行的 課程還是要自己去看 所謂師傅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 是不是 第二點是缺乏互動 但是這個直播類型的課程 會可以彌補 那我自己是 其實沒有很喜歡跟老師互動 我是比較喜歡做完筆記 整理完思緒 再找人詢問的 這個我覺得比較適合 放在第一階段 就是自我學習的部分 你如果直接去參加直播課 很可能你會搞不清楚自己 該提出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直播課 你可以當作是一個 進階學習 那缺乏互動 我覺得是優點也是缺點 因為缺乏互動 很可能會看到睡著 所以 還是是我個人的問題 三 不容易找到老師 這個呢 其實我 覺得不見得是 因為老師其實就在那裡 但是他沒有辦法讓你問問題 他回答你就是 他原本告訴你的東西 所以你如果要直接找 老師本人來詢問的話 就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我無所謂啊 因為我只是要 基本資訊而已 是內容不常更新 不過這個 有利有弊 內容不更新 表示他教你的是 最基礎的 那種萬年不變的 譬如說 一加一等於二 這一種 最最最根本的東西 根本根本根本本 包噴貓噴那樣子 很基礎的技巧 絕對不會錯的 內容不常更新 但你需要他更新嗎 接著呢 我想分享兩堂 好像是最近小貓推薦我的課程 然後我上完覺得 好有感喔 上課就是要找評價嘛 所以是小貓推薦我的東西 已經是有人上過課了 首先第一堂課 我眼睛這麼發光在跟你講 就是真的超棒 我真的覺得上完這堂課之後 對於我的寫稿跟表達 還有直播的能力 都有很大的進步 因為我會知道 不要用太多的贅詞 在Podcast的時候 那種即興表演的地方 我也會比較自然 甚至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在說話的時候 我也變得沒有像以前那麼白目了 所以這一堂課 不見得是一定只能用在職場上 也能用在人際關係 甚至是日常 你只要能開口說話 你就一定用得到這堂課 那老師呢 沒有問題 這個獅姿非常非常厲害 羅晉妮老師也有出過一些 自己的書 他的聲音 超好聽 我的媽呀 他的聲音 讓我想到以前我高中的主任 就是那種被他罵 我也很甘願的那一種 太好聽了吧 整個就是耳朵高潮 是不是很值得買起來 他CP值又高 任何地方都用得到 而且你把它當成Podcast聽 完全沒有問題 買起來好不好 買起來 第二堂課 其實它是一個種類 但是呢 為了廣大的女性們福利 我決定推薦 徐維的生活時尚攝影 拍出日常裡的封面人物 為什麼我要推這個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堂課我也很推 省錢攝影術 零基礎 拍好美食&商品 省錢攝影術這個部分 我覺得可以給基礎 完全沒有任何 和攝影概念的人去學習 如果你今天想要拍的是 商品 禁物 想要拍的是 不會動的東西 學習打光技巧 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覺得這堂課 就非常非常適合 而且安妮與成他們的剪輯節奏 也很棒 但是 他們只能拍死的 今天如果要拍活的東西 譬如說你男朋友要出去幫你拍照 譬如說你老公要幫你拍穿搭 然後明明你長得人就不錯 整張赫赫 為什麼可以拍成像車禍現場一樣 我真的不懂 推薦每個男生 買起來 你可以搞清楚一些構圖的人物技巧 光影的光線 比例問題 不要再把你的女朋友 或是你的老婆 或是你的朋友 拍成哈比人 到底有什麼毛病 單身的男生只要會拍照 先加50分 如果會煮菜再加20分 你隨隨便便70分起跳 你還有可能繼續單身嗎 是不是嘛 所有的兩性關係都沒有講到這個 我真的是氣死了 那今天這支影片其實是 咱們的乾爹 好浩來贊助的 所以呢 好浩當然也有給我一個折扣碼 只要大家在購買課程的時候 輸入我的折扣碼 就能享有一點點的 小貓福利折扣喔 不見得是要我推薦的課程 任何你想上的課 都可以 在好浩上面 只有你想不到要上什麼課 沒有你找不到想要上什麼課 在上面真的是包羅萬象什麼都有 我從好浩剛開始這個平台展開的時候 我就已經在使用這個平台了 我的第一堂在上面買的課程是 動畫互動網頁程式入門 那個時候我還在公司上班 所以我需要這樣子的技能去補足我自己不足的地方 我還有買社群力 IG全攻略 Youtube的36堂課 這些東西是為了補足我的社群媒體技巧 也確實都是蠻有用的 最近我還買了職場寫作課 從個人品牌到自媒體 寫作課我推不推呢 嗯...還行 就是老師上課講話有點慢 可能真的要精神很好的時候 你才能點開來看 那最後大家還是要推薦一下 我捧啾啾鞋的資訊會整數是不是 唉...這堂課我已經推到好多次了 平常在看書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多了解一點書籍上的知識 想要整理一下自己的閱讀筆記 我覺得啾啾鞋的這堂課一定能幫助到你 好啦剩下的就是一些夯不浪當 我在上面買的 比如說PR的剪接啊 或是一些修造技巧的東西啦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在DC社群裡面有開一個專門 就是在討論線上課程的專欄 也許大家可以去上面發問 或者是把你上過的好課程 在上面推薦給大家 這種資訊啊 就是要有越多人來交流 大家就越不會踩到雷是不是呢 而且 我上到什麼比較不好的課程 也都比較敢在裡面講 不能在這裡講啦 開什麼玩笑 會出事 所以想知道什麼雷什麼不雷 就去DC找我吧 我是Neko烏喵 喜歡我的影片請用訂閱代替掌聲 或者也可以在好好上面 一起來跟我當同學 讓我們一起來線上學習吧 我們下一支 Talk Time時間再見 大家 掰掰 我也要用我的優惠碼 買強老師的課 嘿嘿嘿 你問我3G積了什麼 哎呀 福音戰士積了好幾支耶 唉 好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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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支